啟動 itzer 我的熱心 我是Giona 所謂一日之際在渝城 每一天早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它代表著我們每一天的一個開始 so 每一天的开始都要搭配着一个好的早餐 才称得上我们这个美好的早晨啊对不对 so 早餐 这个词通常你们都会想起什么东西叻 so 早餐这个东西叻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起 就是我们的大马国民饮料 是Milo 还是Milo 还是你们这样读的 你们这样有发音的 在底下留言啦 so 有人就会问了 Milo 有什么好拍的 这边有两种不一样的Milo 为什么我今天就拍这个影片 就是要介绍这个不一样一点的Milo so 通常我们在市面上喝到的Milo 就是这个罐装里面的啦 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Milo 你们有看到吗 它的这个包装 它外面都是这个马来文字的啦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Product啦 然后 我那时候在那个Jaya Groves那边 就看到了这一个澳洲的Milo 你有看到吗 它的这个外面都是英文字来的啦 所以这个就是澳洲的Product啦 然后听他们讲叻澳洲的Milo 就会比较香一点 就会比较好喝一点这样子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真的比较好喝 我们就拿这两个来compare一下啦 so 我们就Q一点他们的B shot啦 so let's go ok so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这个澳洲的Milo啦 真的啦 我买了半年啦 差不多很久了 我忘记几次买了 没有一次开过它 ok 所以它里面这个纸 我们就用后尾这个突破它啦 ok ok 这样子我稍微秀一下叻 它比我们马来西亚叻 它还多了一股奶味 就是那种 那种牛奶味啊 我不懂形容的 总之它就是多一股奶味就是了 哇 很像真的很像很像 对耶 光是这样子秀哦 光是这样子秀罢了哈 已经秀得出这两个的差别了 然后马来西亚叻就是偏那个巧克力 的粉的味道比较多 这样子 ok so 我们来特写一下 这两个东西啦 这个就是它的里面啊 其实哦 这样子看啊 这个的颜色 好像会比较深一点 这个就比较浅一点啦 这样子 然后 就是这样子哦 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 咬 我们就 咬几汤匙进去杯里面 然后我们就 泡热水就好 我们不要泡 泡热水 然后我们再喝看它的 差别 so 我们就去拿杯吧 ok 我就拿杯来了 so 刚才我就有写了一个 M M stand for Malaysia A stand for Australia 这样子 以免等一下我混乱啊 不知道哪一杯是哪一杯啊 ok so 我们就切换一个视角 so 刚才我讲了一大堆 结果没有录到 so 现在这个就是我 放了那个 麦洛粉进去杯子里面 so 呃 这个是 Australia的 这个是 Malaysia的 so 这两杯我都各自放两汤匙半下去 所以大概都看到是差不多一样的分量啦 或许多或许少 但是都是差不多的啦 都是两汤匙半 so 现在呢我们就去 放这个热水下去啦 so let's go ok so 现在我就 泡回来了啦 so 左边这个是Australia的 右边这个是Malaysia的啦 光是这样子看 我们就已经 看到已经有很大的分别了 就是 Australia的吼 你看 他就是很多这种 呃 泡泡啊 在上面 好像一层 盖这样子在上面 然后Malaysia的话就 没有啦 就特别少 ok so现在我们就 搅均匀来看一下 ok so现在已经搅拌均匀了 然后 结果出来就是呢 两边都已经有起那个泡沫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 Australia的这个呢 会比较 呃 他的泡沫会比较 勾立一点 他的泡沫会比较厚一点 相比这个Malaysia版本的 你看这两个色彩都知道了 这边这个会比较白 这边这个就比较黑一点 就代表他的泡沫没有这样多 这个的泡沫比较多啦 alright so现在我们就来 试喝这两杯Mailor啦 so 我们先试喝我们 最熟悉的Malaysia的版本先 就像我刚才秀那些粉 还没有泡生水的时候 讲的一样了 他的Malaysia版的这个巧克力味 会比较浓一点 会比较重一点 反正奶味就没有什么秀到啦 so yam sing 就我们Malaysia的味道咯 平时我们去mama 或者在家里泡的 其实就是那个味道咯 就是巧克力味偏浓重的那一种 因为我放比较多粉 比较少水的关系 所以就变成他比较甜一点 虽然他不是三二一的啦 喂 这个就是Malaysia的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 Australia的 但是之前我们去喝一口水 说一下口 alright alright so我已经回来了 so 接着下来我们就试喝这个Australia的 so yam sing 真的了 从我刚开始开 秀到那个粉 到现在叻 这个Australia的 它的奶味 会比较重 你这样子喝 不管是这样子喝 还是这样子秀它的粉起来 它的奶味 它就有多一个层次感 马来西亚的叻 它就是死死就是 那个巧克力粉的味道罢了 这这个Australia的 它就有多一个奶味在那边 就变成它的 无论是味道啊还是口感方面都 比马来西亚的还要多一个层次感这样子啦 澳大利亚的比较好喝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叻 那个价差 就稍微可能会比较 落差会比较大一点啦 毕竟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嘛 OK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总结 就是 看个人的口味啦 我是觉得两个都是蛮蛮安我的口味的啦 就是 马来西亚的就是偏一个味道咯 就没有这样 层次感 然后澳大利亚的话呢 就有多一个味道 就多一个层次感这样子啦 so 外国的月亮都是比较远的 OK 我今天的 John 是他的 这一个第二集的影片 大概就先到这里啦 如果 你们想支持我的话 就在我的 影片下方点个赞 然后帮我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知道 然后 帮我订阅一下我的这个频道啦 未来 应该会 多一点update这个频道了的啦 我会往更多不一样的方向去 尝试拍新的风格的影片啦 so yeah 我是吉亚 这样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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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